这个在范略档里面有VIRR原数 总共会有大概三体跟VIRR原数有关 因为VIRR原数在平常使用到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 那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计算年龄 与VIRR原数查询时数这一体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同学可以想想看 这一体里面的话就是说 它要查询的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时间部分 比如说 那特别注意这边比较重要是开课期别 结束日期 这个结束日期跟什么有关系 跟前面的开课班别有关系 那特别注意开课班别 你这边C04你可以从C04可以查到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要查到这个时数 这个时数有30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今天开课的是这个时间是第一周 第一周的第一天就对了 那我想要知道结束日期应该是哪一天 那我应该怎么去算 首先当然第一个我要先知道 开课班别它总共时数多少 那30个小时 一周上三个小时 假设这个这个班的 上法是一周是三个小时 所以要上十周之后 那也就是十周之后应该是哪一天 那你要帮我算出来 可是十周之后特别注意 十周之后这个已经是第一周了 所以你第一周不能再算 等于九周啦 这个是第一周嘛 一直算二三四五六到十 所以还有九周 一周的话呢 总共会有一周七天嘛 所以我们要怎么算出来 所以第一个当然你要先怎么样 但你也可以不需要一次全部做完 你可以按部就班 第一个先把这个查出来几个小时 第二个的话呢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三 有没有 就是等于是每周 每周三个小时 除出来就是几周 几周之后再减掉第一周 因为这个是第一周嘛 你不能把它算进去 减掉一 再乘上七 那最后再把这个跟那个数字相加 就是结束之七 应该听得懂我意思啊 只是说你要把它怎么样 一次就做到位 试试看好了 其实并不难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很快 但你不会的话 可能你要分很多次 还不见得做得出来 OK 第一个 其他还有什么题目呢 包含就是检视与参照 这边还有个人事考评 怎么去找那个其他资料 比如说人事考评这一题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像这一题里面要查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 这个打开住专 单位的部分 其实你不知道单位是什么 单位这个地方有个单位的对照表 101 108 住专 有没有发现 它的第几个字会是 就是这个是单位 所以你怎么知道它的单位 第一个你要先用什么呢 切割字串函数 切108 切割怎么切 它刚好不是在左边也不是在右 跟它中间吗 所以什么 密的函数 对 第几个字呢 第一二三 三个字 三四五 切三个字 再去怎么样 去这个对照表 单位里面查 不过呢 因为这里面的名称 好像已经都做好了 所以名称管理的里面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单位 有单位 对照到哪里 对照到这里 所以这个是找第一栏 带过来是第二栏 OK 所以你可以找 利用这个方式找什么 找单位 组别的话 是什么 其实组别 我有点不太记得 组别ABC嘛 ABC的话 那应该就是一二三四五 第七个字 诶 有没有 那你会去组别里面找 深等的话 是哪一个字呢 深等是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呢 组别 如果是一的话是住专 二的话是领主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有一个问题哦 它题目里面有 这个试题里面有一个说明 就是说因为你切割用MID 它是文字函数 你切完之后 那个1 它是文字的1 可是后面的这个深的里面的1呢 是数字的1 所以如果你要比的话 你会发现你会比不到 为什么文字跟数字 我前面特别强调 在Excel里面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非你要怎么样 把你切割完的资料 本来是文字 要把它转成数字之后 再来比较 那这个题目里面呢 它有一个说明 就是说它有提示 深等栏位 利用value函数 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就是value 其实就是文字 转数字的一个函数 转完再来比对就OK了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把这个找出来 然后这个考核意思就是说 把这三个平均起来 可是这三个平均 你想说这三个成绩好像有A 有甲 怎么平均 那当然很简单 反正你就分两次嘛 那这边有个等级嘛 如果是u假以的话 那这个分数 那一个是考鸡 一个是考平 反正你三个加起来 也是一样查完 查到旁边这个成绩 然后把它相加除以3 就是它的总平均的 然后比4的话 这个应该就这个 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一些提示 比4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占30% 这个占70% 那就是这个乘上0.3 加上这个乘上0.7 最后把它合计 合计的话这个占60 这个占40 所以就是这个成绩乘以0.6 这个成绩乘以0.4 最后有个名次 名次的话 你用rank eq 就可以把名次排完了 这一题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这个我想 等一下有时间的同学 也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在后面还有几题 可以再做延伸性练习 那接下来我们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部分 还有后面 除了用VIP函数之外 其实你还可以用什么呢 我后面还有延伸性的 可能更 有一些我刚刚提过 如果说你查询的时候 一定只能查第一栏 但是如果你要查第一栏以外的话 你可以用其他的函数 像常用的 index都没有用过 这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 其实用到的几率 尤其是你在那个比较大的资料里面 你要去抓到你要的资料的位置的话 一定会用到它 除了用到它之外 还有用到什么呢 还有用到offset 或者是indirect 所以后面这三个函数 是属于所谓的高阶函数 但是用到的几率 也许对你们来说不高 那是因为你不会用 但是如果你会用的话 用到几率就很高了 OK 后面还有其他的范例 也会讲到 比如说呢 我们在后面有一个范例 是检视比参照 人事分栏 这所谓人事分栏 就是说它本来在同一栏的资料 要把它一栏分四栏 那就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index 因为你用V多函数绝对做不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学会用index 或者用indirect 否则你会没办法分 像常常会见到 我有一栏的资料分成可能四栏五栏 那有可能另外一种是 我有四栏的资料 要再把它转回一栏 资料常常又转来转去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就有必要 使用什么 使用index 所以这个后面 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请各位一样 把V多函数这个范例 在这个拖拉复制一个工作表 名称呢 请你改成查询界面 刮虎index 后面也有刮虎offset 刮虎index 所以后面的东西稍微难一点点 请各位先稍微把 也许如果动作稍微比较快的同学 也许可以把后面的题目稍微run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也再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index的使用方法 index应该从这边开始 OK 好了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就是这个 谢谢大家